第十三个问题 请问在家归一弟子有了发明 是否也可以自称赦某某不可以 加上赦了你换了姓了 换了姓你一定出家了 没出家可以称发明 不能加赦 这个要懂得 底下一个问题 在家居士于道场挂单 虽不出家了 是为求清静方便 也剃了光头 而且是发师帮助剃的 请问是否如法有什么果报 这个无所谓 这个没有什么果报 发师帮助你剃个头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跟剃头店的李发师给你剃头 没什么两样 所以这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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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这个居士在道场挂单 在古时候很多 还多半都是读书人 在寺院里面听经 或者在寺院里面做学术 做学问都可以 寺院从前都帮助你 因为他有很完备的图书馆 就是藏经楼 藏经楼里面不但有佛经 这个世间的典籍 收藏也很丰富 所以一般读书人呢 为了将来的考试 到寺院来读书 寺院多接受 那么有些 有对寺院有供养的 都随意 寺院并不要求 你家里 这个富有 多供养一些 如果家里面清寒 少供养一点 要是很贫穷 寺院还会照顾你 这个是寺院 提过奖 培养人才 尽了一份力量 第十五题 老法师常说 真诚慈悲等二十个字 是否有学习的次第 初学者应如何下手 这二十个字 有次第 但是 它也有圆容 像华严经上说 行部 不爱圆容 行部就是次第 次第不爱圆容 圆容不爱次第 那你要问我从哪里下手 我就告诉你 从弟子规下手 这二十个字是修学的总纲领 弟子规 感应品 十三一 是细末 你要从这里下手 你才能做到 如果不从弟子规下手 这二十个字 只是 读读好听而已 做不到 下面一个问题 身为主管 如何有智慧 能真正做到 不听前言 并落实 善用别人的长处 认识他人的短处 这是大学问 这个不是我能够传授你的 我要能够传授你 那就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你这个问题 可以说现在是全世界 各个阶层 十多 这个领导人呢 都有这个问题 那我要能解答你 岂不是成了过私了 成了世界大私了 所以这个是要 个人修养功夫 没有办法传授 你要认真努力学习 更历的 我相信啊 三年五年 你有这个能力 那根性要是 顿一点的呢 应该要啊 十年八年 古人从古人常说啊 十年寒窗啊 从伦理到的英国 学术的修养 你才真正能够认识 尤其现代 这个时代啊 跟从前不一样啊 从前在中国 有伦理道德的教育 社会风气 成后啊 不要说别的 三十年前的香港 跟三十年后的香港不一样 我第一次到香港来 一九七七年 那个时候的香港人 跟现在香港人不相同啊 这三十年了 再往前面三十年 人心越往前面 越纯厚 现在真是 一年不如一年了 什么原因 原因很清楚 就是教育 他从前还受一点传统教育 那现在教的是什么 现在你看年轻人 谁教他 网络教他 电视教他 电影教他 国务教他 现在他受的是这个教育啊 学校又没学到 学校什么都学不到 这是这 那么这一些 这个科学工具所教导的 都是暴力色情杀盗淫妄 世界上 确实有许多致死人员 为这一段事情 非常忧虑 我都听到很多人 在我面前提出来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还有旧吗 我参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主导的世界和平会议 先后参加十次 讨论的主题 就是怎么样化解冲突 化解一切冲突 最小的家庭里面 夫妻冲突 父子冲突 兄弟冲突 邻居冲突 在公司里面 在公司里面 老板跟员工冲突 员工跟员工的冲突 太多太多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 有没有办法呢 办法有啊 所以中国古时候 有传统伦理道德教育 在西方社会里头 有宗教 宗教教育 现在呢 宗教宣布了 迷信 外国人宣布 上帝已经死亡了 信科学 不信宗教了 所以现在人 齐心动念 却是自私自利啊 你这个问题 不知道多么严重 齐心动念是 损人利己 认为损人利己 是聪明 是正确的 做出牺牲奉献的 那是傻瓜